这是位于衍州市西南部的王阴大门口文化遗址 在1975年到1978年的七次发掘中 这里不仅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穆萨 更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动物残骸 在遗址的十多个灰坑中 出土了至少二十个鳄鱼头骨残骸和皮下骨板 从鳄鱼下骨骨的长度判断 大的体长在1.5米以上 小的体长在1米左右 这些鳄鱼的残骸有的被烧黑 被打碎 与其他食物垃圾放在一起 显然是被当时的人们剥皮吃肉后气质的遗害 考古人员将这里出土的鳄鱼残骸 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收藏的各种恶类的骨骼标本相比较 发现各个方面的特征都与现代羊子鳄完全一致 今天的杨子鳄近践于长江中下野区 常年学聚在温暖 潮湿的河湖沼泽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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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令人震惊 数量多达上万件 除了杨子鳄 还有中华巡 圆稳库 南方大口年 长稳豹 泥露 张等 今天只有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见到的动物 更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在灰坑中出头了数以百公斤计的淡水软体动物合体 其中的另一半动物群也仅生活于今天的长江中下游水域 那在距今大概八千多年到六千年之间这个阶段 被认为全新是一个大暖期 气候最时一期 那六千年以后气候又有一些小的波动 那总的来说这个气候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 一直比如说到五千年左右这个阶段 大暖红的话恰好就处于这个气候比较温暖湿润 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时期 除了分布于今天南方地区的动物 这里还发现了生长在南方的蕨类孢子 考古学家通过这些动植物综合分析 当时海带地区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高四至五度 与今天的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相似 大温口文化时期 以王阴遗址 泰安大温口遗址为代表的鲁中南地区 有着广阔的水域 这里水系交错 湖爪密布 水草丰美 包括水塔 水鹿 乌龟 鳖等 各种动物极为丰富 在海带地区的丘陵山区地带 林木茂盛 栖息着众多的飞禽走兽 发现的野生动物骨骼标本 包括梅花鹿 麋鹿 章 蛇 狼 狼 狐 野猪等 也发现了古族 石毛 古毛等受理工具 这些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 是大温口文化时期的先民们 食谱中的美味之一 而在海带地区的东部沿海 及其周围岛屿 考古人员发现了众多的富含贝壳的文化堆积 这种文化堆积被称为贝丘遗址 贝丘遗址中有数量众多的乌贼 海胆 海胆 牡丽 牡丽 险 泥汉 毛汉 麦红罗 多型贪西罗 文革 清革等贝类一寸 还有红旗东方屯 针鸟 黑鸟 鲁鱼等鱼类一寸 在位于胶州湾西侧的三里河遗址 考古人员在一个灰坑内就发现了鱼骨 鱼鳞一寸近二十种 这其中既有沿海近海鱼类 也有外海性回游鱼类 其中乐鱼 缩鱼 蓝点马胶等鱼类游动迅速 生活在离海岸较远的海水中 当时的人们如何捕捉到这样的外海鱼类 至今还是一个谜 众多的野生动物 以及海生淡水鱼类 贝类出土遗存 让人目不暇接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得知 大半口文化鲜明 是用烧烤 蒸煮 还是什么其他方法料理这些食材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在六千至四千四百年间 他们食物种类的丰富程度 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的人们 在山东博物馆的史权文化展厅里 一件红桃寿形壶格外引人注意 这件出土于泰安大门口遗址的寿形壶 近似猪的形状 通高二十一点六厘米 圆面耸耳 拱鼻粘口 四肢粗壮 短尾上翘 憨太可居的形象栩栩如生 是大门口文化时期鲜明 生活体验和艺术智慧的结晶 寿形壶背上安了一个提手和注水口 一般把它当作当时的盛水器 但考古学家根据大门口文化时期 社会发展的状况 认为它更大的可能是 大门口鲜明盛酒的器具 据考证 最晚在距今八千年前 中国的先民已经能够酿酒 到大门口文化时期 酿酒的技术已经非常发达 这从大门口文化中晚期出土的 数量众多的组合酒器中 得到了印证 在灵阳河大门口文化遗址的 四十五座墓葬中 酒器多达六百六十三件 约占全部出土的百分之四十 在两座大墓中出土了成套的酿酒器 其中有用于绿酒的漏缸 有接酒 除酒的陶盆和陶瓮 还有饮酒用的陶盒 陶制 陶杯 陶孤等组合酒聚 数量之多 令人惊叹 从中可以看出 在大门口文化中晚期 酒的产量一定不低 而且当时饮酒之风非常盛行 酒器的大量出现 意味着当时人们的生活相对富足 因为要酿酒 首先要有足够多的粮食剩余 像这样的东西都可能跟农业的发展是有关的 你不能想象一个社会没有高度发展的农业 它会有这些东西 在郊州三里河遗址 考古人员发掘出一个特殊的房纸 房内有一个进圆筒形的教学 教学中保存着1.2立方米的碳化速力 教学一边与房屋的墙壁平齐 显然是特意修筑的一座 专门用于储存粮食的仓库 由于几千年的腐朽绘画 这些碳化速力体积已大大缩小 考古人员推测 速力原来可能是装满教学的 教学的容积约为2.8立方米 估计装满教学的新鲜速力的重量 应当有三四千斤之多 素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小米 是由狗尾草驯化而来 在一万年前 在黄河流域就有了人工种植 作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 是素的起源地之一 从大半口文化时期出土的碳化种子分析 农作物中 除了此前已经驯化的汉做农作物 素和鼠 还有从南方传来的水稻 甚至独立驯化了野生大豆 使之成为五谷的重要成员 到大半口文化中期 农作物食物标本明显增多 表明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 粮食产量迅速提升 农业技术的发展成熟有关 也跟随着人口的增长 人们在定居状态下 需要农业提供一个稳定的食物来源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就从过去狩猎采集战有相当的比例中 转入到以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业经济形态 所以大半口社会就是一个成熟农业社会的一个确立的事情 大半口文化中期 家畜饲养业与农业同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中猪的数量空前增多 在1959年发掘的泰安大半口遗址的133座墓中 有43座墓共随葬了96个猪头 仅13号墓中就有14个猪头 三里河遗址目的中 发现随葬的猪下河谷有144件之多 其中一座带状灰坑里 在上下不到30厘米的空间里 出土了5具完整的幼猪骨骼 有考古人员认为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猪圈 六处里面 除了目前没有发现正据确凿的马类骨骼 其他种类在当时已经出现 并被广泛地饲养 从大门口文化遗址的墓葬中 普遍出现用猪 狗 牛 羊 随葬的现象来看 它们已经成为当时的人们 显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这是在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猪形陶龟和狗形陶龟 将猪和狗的形态塑造得栩栩如生 这是苏北花厅遗址中出错的猪形冠 和王阴遗址中出错的猪形龟 这些模仿猪 狗形状的器物 显示出了大门口文化中 家畜饲养业的兴旺发达 山东大学体制人类学实验室 这里的古代人物标本 总输超过一千里 时间从大门口文化时期 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通过对大门口文化时期的人物标本研究 专家计算出了这一时期男性的平均身高 大约在1.72米上下 女性的平均身高大约是1.62米左右 这已经是很高的了 现代的山东人这个个儿应该偏高 对不对 要不大家都说山东大汉 山东大汉 但是我感觉说 山东地区这个地方的人个儿偏高 这个可能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还是有这个历史传统的 在2017年 对张秋交加一致的发掘中 发现了一个身高为1.9米的男性骨骼 这刚好一米九 正好一米九 2022年 腾州港上一致又出现了一个身高1.9米的男性骨骼 他们被称为5000年前的山东大汉 那么这些5000年前的山东大汉 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呢 2012年至2017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对泰安大门口移植又进行了连续发掘 发现了成片的大门口文化早期阶段的居住区 揭露了有20多座大门口时期的房子 基本上都是这种地面式的 从室内面积30多个平方 小的几个平方 五六个平方七八个平方 我们发现这是一片规划有序排列 非常规则的这么一片防止区 这些这些叫土啊 已经是搭建起来这种的骨架之后 再从这个基础上抹泥 形成了很好的墙体以及墙面 然后呢就对它进行一种烘烤 它能烘烤得非常厉害了 那就类似于现在的砖啊 那硬度 所以它这样能够抵挡风雨 这样的话墙体既坚固了 也具有了一定的防潮的功能 考古发现 一次次揭示出大门口文化鲜明的聪明材质 也一次次刷新着我们 对它们生活状况的认知 这是用猪獠牙制成的 中间有穿孔的树发器 这是动物骨骼制成的骨鸡 树发器和骨鸡的大量出土 让我们知道了 当时的人们并不是披头散发 而是梳头树发 这是大门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骨针 这枚骨针直径仅有一毫米 却能在针体上穿出更细小的针眼 我们无法得知 当时的人们是用什么方法制作而成 但可以知道的是 那时的人们已经穿上了 用极细密的针线缝制的衣服 而考古学家通过这些规格大小不一的纺轮 以及淘气底部留下的纺织品纹路 推测出 大门口文化时期 应当已经有了纺织机和纺织品 比如在祭祭 在宴会 各种各样不同的 这样的礼仪活动的人 比如一定要盛装出席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不到 当时人穿着什么衣服 我觉得肯定非常漂亮 应该丝织品一类的东西 不是粗麻布 我们不禁又开始想象 那时候的人们出席祭祀等活动的场景 贵族男女盛装打扮 穿着漂亮的丝织衣服 佩戴着各种装饰品 也许会再喝再舞 那么当时会不会有音乐主性呢 这是出土于邹县野店遗址 和泰安大门口遗址的陶谷 气身 石彩绘 是当时的一种打击乐器 这是出土于举县灵阳河的 陶制牛角号 能吹出红亮的声音 陶谷学家认为 它或是一种乐器 也可能是作为狩猎 战争时集合或发号施令时 所用的工具 考古发现 以及考古研究成果 一次次超出我们的想象 同时也拉近了我们 与大门口先民的距离 目前发现的大门口文化遗址 已经超过600处 遍及海带地区 同时 多学科 多领域的综合研究 使专家学者 对大门口文化面貌的认识 提升到更高一个水平 体制人类学家 根据墓葬人体 海谷出土实力的研究 揭开了大门口文化 墓葬中成人拔牙的秘密 大门口先民实施拔牙的年龄 在13岁到20岁之间 这是横齿长成 步入青春期的时期 因此专家认为 拔牙这一习俗 是成婚或成年的标志 拔牙是唯一的 中央地区绝对没有 中国文献记载里边的西南仪 都有好多的拔牙 那么现在追溯到最早的阶段 还是寒家地区 除了拔牙 大门口先民 还有头骨人工变形 和口寒小球等习俗 施行拔牙 专家认为是采用敲打的方法 所以又被称为枣齿 在《山海经海外南经》中有记载 一语枣齿 占于兽华之野 一射杀之 后代学者将枣齿 解释为一种怪兽 或者人的名字 通过大门口文化的发现 人们才明白 其中真正的意思 枣齿就是拔牙 是广泛流行于大门口文化分布区的 一种习俗 专家学者根据《山海经》 《淮南子》等 关于枣齿民的记载 更进一步确定了大门口文化鲜明的族属 从文献上来说 尤其是先秦到秦汉的文献 把山东地区 包括南面一点的苏北 丸北 叫成东夷族所在地 应该没问题 因为东夷这个范围非常大 非常大 就是东方生活的居民 对吧 那跟考古学上这个发现的 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 对吧 然后它又有自己很远远流畅的传统 很深厚的文化传统 不光是这个大门口和龙山 包括北新和岳石 我认为都应该画到这个东夷族的 创造的文化这个范围里面 他们的这个创造者 都是不同的东夷族群 这个也很基本认识 从北新文化到大门口文化 再到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 在长达4700多年的时光里 东夷族在东方这块土地上 心情耕耘 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有考古学家认为 大门口文化时期 对应着古史文献中的太号 少号时代 那么在那个时代 东夷族的先民们 又谱写了怎样 绚丽的华章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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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